大花蕙蓝 看着还挺健康的 这本大花蕙蓝是春节之后 到现在的 半年左右时间 大花蕙蓝 朋友们好,我是阿祖 大花蕙蓝 很多朋友在养殖的时候 春节过后 它的花卸了之后 越养越差 然后没什么信心 看不到它再次开花的希望 然后就把它给放弃了 其实大花蕙蓝在花卸了之后 来年的话 运用一个放养 然后加施肥的方法 它第二年 年尾的时候 春节前后 还是可以开花的 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下 大花蕙蓝 花蕙蓝 发泄了之后 愿免如何的 还有一个放养 然后间断性的施肥 让它能够重新开花 这盆大花蕙蓝 就是花蕙蓝 一直处于放养状态的 依然长得还是不错的 中间吃过两次肥而已 因为它现在还没到它出花蕙蓝的时候 肥料可以适当的 你不用太多的 减少 什么叫放养呢 放养就是放在那里不管 然后能够日晒雨林的地方 不管它 让它自己生长 自己长 不用去管 有老叶就给它修剪 然后定期的一两个月 给它追一次肥 这个就叫放养 这盆大蕙蓝之前还是石土 用的是石土种的 依然没影响它的长势 这些枝条是枝后长出来的 这些枝条 之后还发过几匹 这个也是之后发出来的蕙蓝 这些都是之后发出来的蕙蓝 这些都是之后发出来的蕙蓝 所以朋友们养大蕙蕙蓝 大可以运用放养的方式 不用管它 放到能够日晒雨林的地方 任由它自己生长 等到它到9月份 10月份的时候 快要出发件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追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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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